接着来看一则商业资讯 本地电讯行销公司TUN集团成立六年多来 透过用户招收会员和通话预付充值抽拥的方式 让130万名会员赚取持续性非劳动收入 TUN集团近期还举办了跨州千人寻宝活动 从首都分别乘搭火车和轿车 一路直屈霹雳仪宝和击打亚路士党参加寻宝游戏 庞大的规模获得大马记录大权认可成为佳话 TUN集团在2009年成立 在短短六年多招揽了130万人加入电话预付卡服务中心 业务蒸蒸日上 除了鼓励会员拼搏业绩之外 管理层这个月特别举办一场涉及1200人 为期两天的跨州寻宝联欢活动 大伙在上个星期五启程 一队从吉隆坡搭乘火车北上击打 另一队则自行开车到亚路士党会合 在我们其中一个最大型的节目 我们已经证明在六年来 我们在自义离跟会员沟通的方式 已经达到有目共睹的效果 那么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更努力去达到双赢的目标 我们公司所强调的不只在我们营营上的完美 还有就是要照顾到我们130万会员的福利 就像我们今天所主办的活动 这个是我们回归给他们的一种方式 管理层安排的活动兵分有趣 大伙除了在户外步行寻宝 徒步到亚路士大电讯塔的终点站 回到室内礼堂 则由本地艺人表演助兴 两天的活动在管理层接领 大马基督大权认可证后 完美落幕